我们不仅要用餐饮文化来影响世界 用科学技术改变世界 我们更需要用财富的知识和理念 来丰富我们的世界 是一种艺术 不是科学 所以的话 艺术是一定要有艺术天才的人才能做 做投资也是一样的 实际上做投资呢 如果不是有这种天分的人才做 是非常危险的 对吧 不是对社会危险 对自治也是很大的危险 对财富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 并不是鼓励每个人去投资 我们鼓励每个人做他自治应该做的事情 善于做的事情 对吧 所以这样呢就是我们 这个终止 就是让每个人做他自治 善于做 有退偿的事情 我这个书呢 实际上是可以 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特别是财富方面 怎么样 很诚实的协议 就上班了 走 中国呢 和中国人 当然 没关系 你接着走 中国和中国人呢 都存在很多问题 但最绝对问题呢 是思想和观念问题 你始终看在这儿啊 人人都需要财富知识 但是呢 中国人普遍缺乏财富知识 相对于这个北美来讲呢 缺乏的就更多了 所以我们接触很多人 他们 大多数人都不懂这个财富知识 财富呢 很多人投资啊 就想爆发 就想 报复 但是实际上财富呢 是靠积累的 是一个过程 特别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你想费得多啊 反而少 对吧 OK 好 再来一个 搞个 中国人呢 没有 就是 中国人没有财富的 这个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 他们 他们普遍缺乏财富知识 而我这本书呢 我的宝费的财富之路 这本书呢 是一个财富知识的 最好的一个实用教材 这是把我自己的清新经历 一个比较完整的总结 对大家都有非常大的启发 和帮助作用 你最大的理想 你想通过 以后发展的目标 谈这个 我的目标 你的我的理想 你的理想 你想通过做投资 然后是 是帮助别人呢 还是怎么着 我们做投资的目的呢 当然是帮助这个社会 帮助大家 当帮助大家成功以后 我们肯定是最大的成功 所以的话呢 我的目标呢 就是要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没说的 富有的人的思想观念 市场观念 要有财富知识 尽管我现在并不是最富有 但是只要足够的时间 我一定能够达到这一点 我的百分之财富之路 这本书 是中国人的财富宣言书 也是播种机 宣传队 是财富的活教材 所以每个人都会从里面 得到非常有用的知识和始发 所以我就讲啊 这本书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就在这里 凡是读了这本书的人 告诉我们 已经他们都非常有收获 你不信 你试试看 我不是开玩笑 要跟朋友讲 如果我这本书 你买了以后觉得不好 退给我 我是全书叫退 这个你对巴菲克的印象 好你就接电话 你接电话吧 你接电话 不用了